有了選擇中華館優化 12年國高的政策 高麗館來客廳就在管理高中 中華館政府今天 辦理青春圓夢在地 培菜管理高中歡迎你的記者會 會中標榮五間管理高中 落出國立和以下台下優秀學生 透過優化12年國高的政策 希望可以驚慶小孩生下負擔 眾人在留在中華 中華館是中部地区第一 辦理優先不用市立下 而且還頂頂管理高中 就近立下中學金 設立管理高中 收入力到基本時間半 以及辦理管理高中 優秀學生拔肩配合課程 來得到感化生學 中立立學 推進進展台學三個目標 讓有的人材可以留在館來摘培 委員長表示 為了要將人材留在中華 所以中華館在不頂頂頂頂頂的價位 讓優秀的同學 可以安心留在中華讀書 不僅是可以檢查支出 還可以賺台學的學位 落實12年國教 就是就近入學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特別提出了 獎勵就近入學 縣立高中的5A的獎學金 那最主要就是 我們在國小 國中跟國中的會考 要進入我們縣內的 縣立高中的話 第一次宴入學 我們就給他獎金5萬塊 那如果說是第一次宴 他成績是4A跟3A的話 我們分別發給了2萬跟1萬塊 那整個在全數入學這些學生 往後學習的成績優良的話 我們也會陸陸續續 來發1萬塊到3萬塊 三年下來最多可以領到20萬 那最主要我們是要解決這個 國中畢業以後升學的問題 那我們更希望 把這些學生都能夠留在縣內 不要到縣外去就學 所以最主要我們是要把 人才留在我們長話線 長話館5間管理高中 在100.7夏年度的台下的學生節 都很優秀的表現 所以長話館政府 今天也特別表演5間管理高中 露出國立一起以下台下的優秀學生 受到表演的學生中 有很多學生都是在三年進展 選到由管理高中 國中部在現隔中風 三年以來在那裡減少交通的時間 跟各行費用的計算 接下來時間跟行列 也讓東亞在科亞上可以專利醫護 新章話新聞被編臨章話彩虹伯德